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乙忠 半导体的库存已经去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今年呢 其实各个供应链都有提到说 准备要步入尾声了 那台积电的股价其实已经率先的反应表态 那随着半导体景气足底准备好转 随着台积电慢慢变好 它的供应链呢 也会同步的受惠 那今天呢 就是要来聊的族群就是电子化工 那这个族群呢 已经蹲了好几年的马步 为了就是抓住这很多年来难得的一个机遇 就可以在台积电逐步拉升 本土供应链的趋势之下呢 取得长期的饭票 那我们先请出主线的记者 好久不见了婉欣 嗨大家好 婉欣今天真是就是 我多久没有出现 情意相挺 一年没有出现 因为婉欣这几天就是生了重病 没错我过敏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非常的紧张 因为 怕生怕会开天窗 对 真的是找不到 因为只剩下几天的时间 不会开天窗的没事 对还好就是婉欣现在就是很健在 谢谢你 好那其实这集呢 要来聊电子化工呢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族群 它是具备了长线的题材啊 就像是台积电呢 以前的材料 其实都是拿美国啊 日本这些大厂嘛 那但是为了要就近服务 然后也是为了要节省成本 那逐步呢 开始慢慢的提升台厂的供货的份额 那不过呢 外界其实也蛮好奇的 就是台积电存在 就是已经那么久了 那电子化工厂也都是一些老牌的厂商了嘛 也都是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厂商 那怎么是这几年才说要挤进台积电供应链呢 这中间有发生什么样的环境的变化吗 其实电子化工厂 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是有一些背景故事 其实包括就是 它的比较早期发生的事情是 很多的国际大厂离开台湾 就是台积电有供应链 其实它很多供应链 它是有在台湾设厂的 那为什么要离开台湾 原因其实很多啊 他们就是包括说 比如说他们母公司自己整病 他们常常会这个样子 就是集团上面的 或者是中间的某一些公司 病在一起以后呢 他们就会去检视他们底下的部门嘛 那他们有的时候就会 比如说他就是 他要退出这块业务 或者是他想要把台湾的厂处分掉 对那 所以那有的被 有的台湾厂被处分掉以后 他其实就被台湾的公司买起来 那就有一些业者 他就因为这个样子 他就切进去了台湾的 那个半导体业者的供应链 算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觉得说 以化工厂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本身的获利 其实说不定没有那个 那个外国大厂 那个台湾厂的获利好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并进来以后 他就是一个cash card 所以那时候概念好像是 这个厂好 反正他就是可以稳定获利的 那就是一个划算的交易 就是算是一个保本啊 而且他已经本来就在既有供应链了 所以买进来的话 等于说有 有审视嘛 那那个厂就会继续run嘛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是一个 很合适的一个那个交易 这样子 那其实对台湾半导体业者 像台积电来讲 那供应链他就是需要在地化 那在台湾他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找到 他们自己的供应链 那这个原因有很多 他不用担心供应商缺货啊 然后他就是究竟可以配合他们 这对半导体的开发来讲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 那加上台湾的业者呢 他其实就是可以给到 比国际大厂要低的价格 那其实最近常常有人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关于日元贬值这件事情 是不是代表说 日本的供应链 其实现在就有比较好的竞争力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把日本厂替换掉 那是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对啊 像是工具机就常常 就是会受到日元波动的影响嘛 嗯对 因为其实像工具机 他是日本嘛 德国厂商 就是他们是领导厂商嘛 但是工具机他的采工基益很大 然后一次成交 所以那一个成交的那个时间点的 日元的汇率 对他而言影响就会很大 对 但是化学品他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他是一个耗材 他是一直使用的 所以你必须要一直买 持续性的 对对对 每天都要用 虽然他短期的汇率 确实会是一个影响 但是因为你要 你 他的这个化学品使用 跟他这个整个产线的良率 还是有很高度相关的 那你不能够说 今天因为日元贬值很便宜 你就换去日本厂 然后因为日元涨了以后很贵 那你又换回台湾厂 你不能够这样子换来换去 他考量是稳定性 对对对 他不能够一直换 对那对他的良率影响很大 他要是一直换 然后其中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怎么办 所以他如果换了 他觉得划算 他就是会一直使用下去 那就算是对台积电来讲 那这些供应商呢 他们扮演的角色 最重要的地方是在 跟他们一起开发这个部分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它是一直有投进 先进制程这件事情 5nm 3nm 2nm 对他还一直去研发 那他是需要很多厂商 去跟他一起 一路上一起配合 这个才是他的关键 那像成熟制程来讲 这当然没有问题 大家都知道 对半导体程商来讲 成熟制程就是 你要降成本吗 因为他现在 他如果驾动率不好的话 成本就会变成 他很大一个关键 获利的关键 但是现在能够切入 先进制程这些化工业者 其实往往就是 他们很多年前 他们就很认真 投入开发 配合台积电一起 那这样子 而且你要持续的投入 研发的人力 研发的金钱 那他们才能够跨进去 半导体的这个 先进制程的领域 所以其实现在 考验就是这些厂商的耐心 就是你现在的现阶段 你可能持续的投资 但是暂时还没有看到 太多的回报 那不过呢 电子化工厂 其实前几年就一直在说 要打进那个台积电的供应链嘛 那其实也过了 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感觉进度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快 那今年 整个半导体试况 其实是有机会 落底开始慢慢回温了嘛 那这个导入的情况 会不会有所加快 其实这件事情在 因为跟着牵涉到台积电 所以我有去问了一下 专家意见的 就是跑台积电的记者 那他们是认为说 包括我们家跑台积电记者都说 台积电对于供应链 在地化这件事情的意愿 是一直都存在的 包括是在设备端 或是在电子化学的品 这个产品 使用的原料 这一端都是这样 对 那台厂价格当然就像之前讲 它是很有竞争力的价格 但是对台积电而言 它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因为其实应该没有很久 我觉得这个新闻 应该是去年的新闻 去年或者是前年底的时候 新闻台积电 有报废了一批金元 它其实是用了台厂的化学品 然后但是这个化学品 导致这个东西的良率不好 光主义 对 那个是一个光主义这件事情 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它不可能一口气 就把它的供应链 全部都换成台湾的厂商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循序渐进去做 然后找到 真的能够有能力开发 然后良率也合格的业者 才会是他们的这样子 会做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速度啦 所以它一定不会到很快 但是它其实是循序渐进 有在发展 这样子 对啊 因为其实台积电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的那个风险控管的 要求很高嘛 就是很看重风险控管这件事 所以它不太会说是 一个侧头侧尾的直接换掉 它一定是慢慢给你一些量 然后看你做的怎么样 然后再把量慢慢的往上拉 没错 所以不会是一触可及的 对 去年整个半导体事况 不是很好嘛 所以 但是因为这几年 其实那些化学厂 它们先切入的比较多是 那个成熟制程嘛 对 所以它 看起来比较弱一点 所以对啊 但所以半导体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 所以它下来的比较多 也是成熟制程的 所以对它们的业绩影响就会非常大 然后再加上它们的先进制程 也还没有真正的放量嘛 所以就对它们的营运表现 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大的压力 就对台积电而言呢 这个先进制程 它们未来给它的比重 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 化学比好像听说是蛮多项的嘛 那这个对 对长期而言 对这个化学厂商的那个贡献 大概又会是怎么样 那其实这就牵涉到就是 你去这个化学品 这个东西的 它们的业者现在扮演的角色 就以化学厂来讲的话呢 它们大概会切进去 可能现在手上可能切进去 半导体的供应链 大概会有几百项产品 但它们大概会维持一些 独家供应的化学品 大概在10到20项 这样子 每一家10到20项 大概都会有10到20项 那这些东西的毛利率 一定就是最好的嘛 那其他东西可能会补足量 什么这样 这会有一个不错的产品组合 这样 但是呢 你说它们跟外国的供应链相比 它们的占比谁高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化学材料 包括像半导体的一些很重要的介质 就是载着晶圆的那个东西 这样 这个介质 好像有点模糊 这样 那像这些东西都会是日本厂啊 美国厂在供应 这样 但是你看台积电的它的产量来看的话呢 跟台积电的规模来看 其实你想想看 就是台湾这些化工厂 它大概只要 假设在2万项的化学品里面 它供应200项 独家供应20项 它的营收表现就会很突出 对 就是对台积电而言 可能那个算小 很小 对 但是对台厂的这些供应链来讲 算很大 它只要切个几项 对它来说贡献就很大了 那如果之后的那个加动率 又 客户的加动率要提升的话 对 那它对台而言 它就是 整个整体的产品组合 就很容易变得很好 这样子 那现在其实业者在看就是 包括之前是有化工厂 是切入那个Coors的 的制程上面这样子 那今年的业绩呢 是会比 去年的业绩显著的成长 那第一季半导体的表现就很不错 所以他们认为 今年看 半导体的成长 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就是半导体材料这一块业务 嗯 Coors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化工厂 呃 就是要切入先进制程的时间 花比较长的时间嘛 会比较久 那可以 帮听众举例一下 所谓的那个半导体制程里面 会用到什么样的化工材料 大概是像什么样子 嗯 刚刚讲到戒指 大家可能就有点点灵魂出窍 对啊 什么戒指 对 化学品有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其实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翻年报 年报上面真的写细细碎碎 写了一堆这样子 那我每一次看都心想说 这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反正真的很难理解啊 而且 对我们有 我们就是那时候 我们Podcast的会议在讨论 所以又请婉青来举例啊 对 然后婉青就是也花了蛮多时间 去研究那些化学品 我觉得分像介绍那些化学品 可能会比较没有意思 那我讲一个 就是我们跟那个公司接触的时候 他们的财务长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讲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 然后而且他可能也觉得 这以我们智力范围来讲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样东西 就是石科E 在台湾很多化学厂 在出半导体这个地方 其实很神秘 他们都有出石科E这个产品 那为什么出石科E呢 其实有一个背景故事 就是这些半导体化学品 他们很多都是面板化学品的供应厂商 那在面板跟晶圆的这个半导体晶圆 代工的这两个制程当中 重复的一个制程 就是一个石科的这个制程 当然那石科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石科这个制程当中 就需要用到石科E 那通常都会 业者为了要帮助我们理解 都会解释说 就是你想象半导体 就是要更纯度更高的 精密度更高的石科E 这样就好了 然后他说当然里面的成分会不一样 但他这个跟我们讲没有用 因为我们会像 那个鸭子听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懂 所以他就跟我们讲 你就想象说是纯度 最更高的这样子的产品 这样就好 那石科E是要干嘛 石科E呢 然后我们就说 所以石科E呢 他说石科E很简单 就是用在石科制程上面 然后他这样讲完以后 我们脸上的表情 就当然还是很疑惑 然后他就讲说 他看到的画面 就是会作用在晶圆上面 就是客户就跟他讲说 产品就是用在这里 然后他就看见晶圆进去了 一个盒子里 那进去这个盒子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要脑补 我们也要脑补 所以我就去查了说明 就是呢 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晶圆嘛 你就想象一块圆圆的饼 然后呢 有东西倒在它上面 或是有气体经过它 那这个饼上面呢 有一些东西呢 它会因为这个气体 或是因为这个液体 然后慢慢的被溶掉 你就想象中 像有酸泪的那一类的东西 就要经过它这样 那有些东西被溶掉 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 这样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进入围影制成之前的半导体的这个薄膜 你要把没有光阻覆盖的部分呢 去除 那留下有光阻覆盖的地方 这样它的那个晶圆的光照的图案呢 就会留在这个薄膜上 这样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阶段性的产品 那它就是说 大概持科E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那它们产品就用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让那些戒指不见 那有些戒指留下来 这样子 就是把不要的拿掉 然后要的留下来 对 它就说 它们就是负责把不要的东西 溶掉的那个产品 这样 好像有稍微比较理解的 对 因为其实真的是 因为厂商它有些是技术背景出身 有时候要问厂商说 这个是什么 他们就是会用很理所当然的方式 就说 对 他就说 就用在石科那个制程上面 我们说石科那个制程 那石科制程是什么 然后他就觉得 没有办法再跟你沟通下去 但我觉得 其实很多财务长也很厉害 因为很多财务长 他其实也就是财务背景出身的 我相信他们家的那个 研发人员跟他解释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 应该也是一堆问号 但是他就用 他能够理解的方式 再告诉我们 对 因为他财务长 其实也不是那个背景出身 所以他也是要 已经有消化过之后 他的理解方式 再来介绍给我 因为我有跟研发副总聊过天 就没有办法留下去 就研发副总想要离开我们 就是他 他每一个回答 又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对 所以后来研发副总 应该就会直接把业务 找过来跟我们聊天 这样 好 那其实刚刚有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那个 化工厂 他出的那个材料 到底是 就是尤其在半导体制程里面 材料到底是 是什么 然后他的作用是干嘛的 那其实 这边要来聊到 就是说 因为其实电子化工族群 其实也是不少家嘛 那刚刚提到说 这些不管是 你进去成熟制程也好 或者是更近接 你进到的先进制程也好 那他们这些厂商 他能够供应这些大厂 这些关键的材料 他们的胜出的关键是什么 嗯 因为这个其实 只问电子化工厂 其实是没有办法 完全得到完整答案 所以我有去跟跑半导体的 这个同事了解一下 那他其实 他的讲法 跟我们从化工厂那里 听到的没有落差很大 其实第一个就是 你要能够 配合半导体客户去开发 那怎么开发 跟开发什么产品 这个东西还是会有影响很大 那每一个化工厂 他们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那有的像他们是 他们有擅长一些特定的领域 像圣衣 他就配合他的 他就很愿意配合客户 做资本支出 那因为圣衣 他做的产品 就是主要就在溶剂 那溶剂在半导体里面 就是一个洗剂的角色 就是东西做到这一阶段 然后溶剂就进来 洗洗洗洗 把制成上面的 剩下的杂质全部都洗掉 然后他再进去到 下一个制成里面 他算是比较初阶的材料 也初阶 但他的纯度要求也很高 就是他是不能够 他要达成去除杂质 然后又要 不伤害金人的前提之下 那完成这个工作 那溶剂的好处 就是他有很大的用量 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在 圣衣的业绩上面 圣衣常常 他的那个出货量能够成长 就是一直来自于 他的半导体的溶剂的 出货量是一直稳健的增加的 那这个半导体溶剂部 会员对他的而言 他的营收贡献很大 也是他的整个产品组合里面 最有力的成长动能 那因为其实 他的半导体客户 对他的肯定是很高的 那他也会 因为在客户的高度肯定之下 他们双方这个合作就很紧密 他就会积极的去规划 他的产能 那这种能够配合客户 投入的意愿 当然会是影响他 跨入半导体供应链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那像我们在台面上 我们看到很多半导体大厂的供应链 就是会是有意愿开发 然后深蹲这个材料研发的这个业者 那这有两家 就是达新材料跟三幅化 那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蛮研究研发导向的业者 那他们就会去投入人力 跟半导体大厂合作 然后去开发一些专案 那这些专案呢 其实当初他们在跨进去的时候 他们一定不知道 这个东西会贡献他们多少营收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孤独的过程 因为其实那个前期就是 他的客户跑来跟你讲说 哦我要做先进制程 那他就说 哦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开发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需要大概什么样子性能的化学品 那他们就陪着客户一起去开发 那客户也不会跟他们讲说 我就是要在什么时候呢 把这个先进制程驾动率拉到六成 那对比过来你的用量会是多少 你的营收会是多少 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有一个估算 但是客户是不会提供他们这些资讯 就是一个没有确切的时间 对但是跟你讲说 就是你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开发过程 这样那他会是用在我们以后的 什么样子的制程上面 这样这样对一个 嗯 财务体质如果没有很健全的公司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他也会很害怕 他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办法去估算 对 然后他要投入很多 对他要投入很多人力在这个上面 这样 所以 但是当这些业者 比如说他切入了2奈米或是3奈米的时候 客户的驾动率又会持续 因为整体的产业需求业绩增加 那这个量上来的时候 他的营收贡献数不定会大于当初 他们自己心中的预期 这样子 所以但是在你投入开发的时候 你是真的看不到终点 因为其实对这两家业者来讲 他现在还是有开发材料 是看不到终点的 他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但是因为之前他有一些开发 现在开始有一些收获了 所以当然他们对于客户的信任感 也会持续的增加 只要他能够配合客户 那一起到达客户希望的终点 那就是你愿意去做 跟你的技术做不做得出来 而是他们不会 他们不会需要去质疑说 会不会以后会不会有业绩贡献 应该是会有 但是呢 他们只是要做的过程当中就是 你要持续的投入跟持续的配合 其实就是一个压保的过程 你就是看好这个整个台积电长期的 先进制程的发展趋势 是一定会一直往前挺进 那如果你就是蹲得够久 然后终于在细棚下熬出头 就是 所以一旦成功切入的话 那后面的回报可能也是巨大 但是就先解决条件就是你要 撑得住 耐得住寂寞 真的 对啊 那其实 刚刚前面其实晚清有提到说 就是 今年的整个半导体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题材吗 那就是 就是COAS 那COAS其实就是跟AI相关 因为今年其实对 因为那个师傅器的 AI师傅器的关系 其实COAS的 就GPU很缺嘛 所以那个COAS的产能 也就是非常的吃紧 那对于材料厂来说 可能今年COAS 它的产能可能要逐步开出了 那对相关的材料厂商来说 会不会有一些机会 嗯 其实会 因为像去年他们的 电子化工的业绩感觉起来 都没有前年好嘛 他们前年普遍都是大好 这样那这当然牵涉到他们的产品组合 里面还有基础化学品 跟一些面板化学品 那在前年的状况 他们是都好 那去年的状况是都不怎么样 然后再加上半导体不怎么样 于是他们的业绩就稍微有修正 这样子 但是以半导体化工材料 有出COAS的业者来讲 他们其实去年在不好的情况底下 COAS的表现都是好的 嗯 那这些业者呢 普遍也看呢 今年这一块的业绩 还是会以一倍以上的成长幅度成长 所以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 COAS它这些相关的厂商是过去就 在AI还没爆发之前 对他们就已经在做COAS了 那那时候的用量是不大的 那确实是在AI的需求 确实是在去年 从客户那里听到 今年会有明显的成长 OK 那去年大概好像也是 也是有优于他们的预期 那今年是客户已经释出是 很乐观正向的看法 嗯 这个COAS是 大概有哪些厂商有切入 嗯 以明确的指出自己有 在这个供应链里面的是三幅化 OK 嗯 好 那另外我们也其实可以看到说 其实 这几年的那个地缘政治的冲突 一直在上演嘛 然后其实各个国家呢 都想要建立自己的供应链 尤其是半导体的供应链 都想要有自己 可以自己自主这样 嗯 然后所以呢 其实台积电呢 也是被要求到海外去布局嘛 像是美国啊 日本啊 还有后续可能欧洲 那市场呢 其实也期待 就是海外市场呢 对其他材料厂商的一些贡献啊 那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嗯 其实圣医在法说会上面有讲过 他的半导体客户到海外设厂 供应的这件事情 他有跟我们讨论 他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很有信心的配合他的客户 一起出货到海外市场 只是他比较不会考虑去当地设厂 那整体来看呢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的状况 就是台厂的价格 其实就算加上这个运价呢 对于他的竞争对手来讲 他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所以至于以后 半导体会不会有其他的海外厂 比如说假设有半导体公司在日本厂 他日本厂 他run得很好 那他如果以后在日本那里做研发的话 那其实供应链在地化这件事情 就是在地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有日本的地方变成他的研发中心 那他以后要跟日本的化工厂去配合 去开发材料的话 当然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供应链在地化就是要就近 我觉得这个会发生 我也觉得这个会发生 因为日本化学厂真的非常的有竞争力 而且日本的研发能力很强 对日本的研发能力 研发的人力非常的充足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隐忧 台湾的人力不管是不同阶段的人力 其实都有很很 前景都不是很好 就是当然人力流失到海外是一个问题 然后人力愿意进到这种研发形态的公司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半导体产也有很辛苦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会影响 但是日本的人口基数毕竟比较大 然后他们好的化学人才 其实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台厂不愿意 就是还暂时没有考虑去那边设厂 是因为资本支出的关系 对资本支出跟当地的劳工文化 可能也是会给他们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然化工厂的人力需求 不算到非常的大 但是去当地资本支出包括你建厂 然后要在那里投入的话 你控管你的那个建厂过程的那个费用支出 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因为其实不比在台湾 在台湾都盖过几个厂 你自己一定很清楚 你的什么时候的钱会增加多少 这样 OK 那美国就会有很多的变数 好 所以其实那个在海外的布局 其实就是可能要持续的在观察 其实这集就是有几个重点 其实首先就是半导体的景气呢 准备要主体复苏了 那可能这个时间点在下半年开始 会满满的爬升 那需求呢就会看到逐步的回容 那市场最热的那个COAS 现在也因为AI伺器缺到不行 会是今年化工材料端很重要的动能之一 另外呢 电子化工厂这几年默默耕耘半导体领域 那胜出的关键呢 就是要观察是否能够跟大客户紧密的配合 维持一定的比例的研发 那这些研发初期呢 其实是看不到立刻的回报 那就是你要在这个情况下 顶住压力 撑浅一段时间 比的呢就是一个耐心 那今年开始呢 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厂商开花结果的一年 那有哪些厂商会抓住 这样的机会迎来成长呢 就会是我们下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回复听众留言时间 那这一次的Apple Podcast上面呢 有留言是那个生技投资人 那五星吹吹 那他有提到说 很棒的节目 美丽的主持人 这是指心结吗 我会找大家给心结 上一集是心结吧 上一集是心结 对 他说口条清晰 跟来宾互动 不仅幽默 也能够适时的掌握重点 而且邀请的来宾 也都非常用心的解说 让我获益良多 非常感谢 那我个人对生技比较有兴趣 想要了解星际行星药的 汉达公司的评论 那其实你应该留言的时候是上集 那我们下集的时候呢 艳翔有针对那个汉达有一些分析 那你可以再回去听听看 那接下来留言呢 是YouTube上面也有听众留言哦 一位是那个 哈黑乎全 应该是这样发音吗 应该是吧 看起来像是 他有提到说 真的充满产业知识辛苦了 然后之前有介绍过 KOWAS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 有更新一下新的状况 那另外呢 可以介绍跟AI相关的 记忆体厂商吗 万分的感谢 那其实那个 AI这个题材 其实真的是会走 不止一年的时间 我们团队也都认为说 AI就是会有好几波 的需求会慢慢的接踵而来 然后从AI伺服器啊 然后到边缘 边缘AI这些都会有带来很多的机会哦 所以我们团队呢 会持续追踪AI的最新的状况 那接下来就是也请你密切锁定哦 那接下来是 Jan Benny 然后他有提到说 满满的知识量收获良多 谢谢你 好啦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哦 那希望大家看电子化工这一块族群呢 会有一些方向跟收获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